大家好 今天是12月28 星期一股市有点反复 当然腾信阿里巴巴跟美团点评的跌幅是比较明显 可是整体来说还是在高台的整过 因为整个声浪向腾信的起步点是325块钱 现在还是500多块钱 阿里巴巴是167块钱 现在怎么样也好也有210块钱 当然美团点评也只是190块钱而已 就算现在有一点反复也是在260 270多块钱 所以变成来说新经济的股份就算是有一点高台的反复 相对来说还是在中期深厚的一个正常的消化跟整过而已 问题是幼 可是并不是很大 我们先看看那个指数 早段恒生指数先低开98点到26288点 当然曾经一度是低见26264点 而曾经一度是反弹到26524点 等于说还是在10天跟20天线中间是走来走去的 其实直到目前为止这个月大方向还是还没见到 由于恒生指数是从7号的高位26870 就是回调到22号的低位25998点 等于说整个十月份直到目前为止的波幅就872点 当然这个幅度是比较少的 可是没办法 因为新经济的股份像腾信在恒生指数 这样的比重有10个百分钟 阿里巴巴有5个百分钟 美团点评有5个百分钟 等于说有20个百分钟的成分股表现还是比较 走得比较差的 可是其他的大部分还是在整股之中 像惠宏当然是没有太大的升幅 可是他一早已经在40块钱左右水平 这样的比重有7.68个百分钟 91的中移动还是在一年的低位附近 可是由于他股价没有进一步下行 所以对股市来说 多少还是有一点回稳的效益 91的中移动在恒生指数 这样的比重有3.13个百分钟 我们再看一下 邮邦最近创了上市之后的新高 他在成分这样的比重有9.95个百分钟 香港交易所股价已经创了上市之后的新高 他股份在恒生指数间的比重有4.16个百分钟 还有2318的平保 他在恒生指数间的比重也有4.88个百分钟 等于说大部分的难筹 其实来说还是整股等变 其中有一部分已经创了上市之后的高位 所以变成来说 就算是新经济的股份有一点点的反复 可是整体来说恒生指数还是反反复复在 两万六千三到两万六千四四百点之间 当然由于十天线大概在两万六千三百七十一点 而二十天线大概在两万六千四百七十一点 等于说指数是往上有一百两百点的上升的幅度 已经可以突破十跟二十天线 反过来说 要是有一百多点的反复也会跌圈十天跟二十天线 其实代表整个股市基本上是没有它的方向 明天星期二就是这个月七指转参的高峰期 而星期三就是这个月七指结算日 当然最后的一个交易天就是星期四 要半个交易天就是年节 所以暂时来说股市恐怕还是不能够突破这个月的高位 也很难跌圈这个月的低位 到最后这个月的波幅可能就八百七十二点 那就要看看未来这两天指数能不能够 在主要南投稍微做好一点点拉动之下 在经济波网上挑剑这个月的高位了 我想既然说耶稣要有明快的那个部分的话 我想怎么样要到明年月份才看得到的 下午的分析就说到这里